今天一早就被噼噼啪啪的响声惊醒了 一看原来窗外已经一片白色 下冰雹了 声音特别响 然后我就开车出去 体验了一把冰雹现场 然后家里的植物上面都是冰猪 地上满是冰猪 然后这是花园里面 然后有些花叶子都被打得零零落落的 真有点担心 下了冰雹会不会把植物给冻坏了 期待没有特别严重的损失吧 你看这个都是冰猪子 地上白矮矮的像下过雪一样 这就是墨尔本 一会儿出太阳 一会儿下冰雹 一天有四季 看这个窗台上全是冰柱子 花盆里面也是 近距离来看一下 有些植物的叶子比较坚实一点的 冰雹打上去没问题 但是有些植物它的叶子非常嫩 就被打得很惨不忍睹 但这也是墨尔本可爱的地方 每天都有很多惊喜 每天有不同的景色 每天都带给你快乐 谢谢 谢谢 谢谢